儿子被女友背叛 老太气不过缓缓走近女人 这个人狠话不多的老人叫做老韩 是唐人接黑帮女皇 她统治当地长达数十年 期间无数帮派向其挑战都已惨败收场 只因老韩不仅凶残狠辣且足之多谋 她建立一套完整地下脾系 让当地底层华人有得吃有得住 极为妄语生育于一体 打造了一个唐人接黑帮帝国 然而令老韩想不到的是 随着一个女人的到来 她的这个帝国将会被彻底掀烦 就在刚才 小红乘上老韩的船偷渡到此 由于没钱付船费被舌头卖到当地纪院 她性格执拗不愿屈服 每天遭受头目大壮的暴躁 直到有一天女人终于忍不住 就在大壮即将被勒死之际 老韩发话制住了这场暴行 只因她在小红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为试探对方 她打开一旁箱子 里面是社团抓到的警方卧底 老韩将枪递给小红 想看她到底敢不敢动手 小红迟疑几秒后扣下扳机 枪里没有子弹 她通过了考验 随即被老韩派到当地餐厅工作 直到还清欠下的偷渡费为止 要知道作为一个偷渡者 能在此地有一些角地方十分不易 女人十分感激老人的乡住 但她来到此地不是想赚钱 而是找寻女儿 数年前她为出人头地离开香港偷渡此地 结果被警方截获 之后被遣送回了香港 但女儿却因各种原因留在了美国 这一次重返唐人街便是为此而来 在小红四处打听下 她很快得知女儿被一白人夫妇收养 身为偷渡者 她已争取不到小孩的抚养权 身为母亲 她只希望对方幸福快乐的生活 只要闲下来能偶尔看着对方成长 女人也觉得很满足啊 而统领唐人街黑帮界的老韩 下面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毕业名校有份好的工作 从未参与母亲社团事宜 大儿子阿龙跟在老韩身边帮忙 但他性格暴躁喜目无常 也正是这个原因 老韩迟迟没有把他定为接班人 今天老韩五十大少 喝醉酒的阿龙在台上为他高歌助手 就在这时 阿龙的女友小丽忽然被人摸了一下 回到餐厅 小红很好奇阿龙为何如此暴躁 同事迈克告诉他 阿龙的父亲是一酒鬼 每天喝醉了就爱打老韩 某一天阿龙实在忍不了 一路之下杀了对方 因此在管教所待了十几年 出来以后老韩觉得对不住儿子 所以对阿龙非常娇惯 愿由他在唐人街横行霸道 这才导致阿龙变得暴躁无常 成了众人眼中的败家子 几天后 老韩让小红陪自己逛街买菜 街边小贩纷纷向老人打招呼问好 老韩买东西他们也不愿收钱 小红问老人这些人是否都畏惧于他的身份 老韩则否认了这个说法 他更愿意相信小贩们是出于尊重 毕竟是他给了这些人求生的条件并保护着他们 听了老韩的话小红若有所思 这跟他印象中的黑大佬相差甚远 之后的日子 老韩给小红分派的任务越来越重 从妓院到贩毒窝点再到偷渡船只 他走遍了帮会三大重要地盘 由此对社团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之前暴揍他的男人大壮 负责妓院管理阿龙管贩毒生意 而这个叫黄毛的则从事偷渡 一眼望去 这三人优点缺点十分明显 大壮空有一身蛮力却只会欺软怕硬 让他管女人倒也凑合 阿龙性格急躁是个妈宝男 更是难成大气 黄毛一身肌肉能动手绝不动毛 他们三人既没有黑手挡骨干的枕密 也没有山口组成员的强悍 所以老韩只让他们负责一项工作 毕竟这些人只有这点本事 而小红的出现 让老韩对帮派未来有了新的憧憬 他必须在短时间内将女人打造成精英 一个壮汉闯入唐人街黑帮地盘 他口出狂言声称要覆灭此地 狠女叫壮汉做人 但你怎么也想不到 蜀天前的他还只是一普通的弱女子 由于深欠唐人街女皇老韩数万费用 一向比犯罪够当的小红只能加入社团 为了早日脱离帮会 他做事非常卖领 此人性格坚毅要强 在公司必定会是一名优秀员工 而在黑帮社团他也自然是一强力骨干 凭借着高智商和狠辣的处事态度 短短一个月小红便帮社团带来不少收益 这也让老韩儿子阿龙刮目相看 这时一起意外发生 偷渡场所遭人打劫 来者竟是小丽 他早就受购阿龙这个妈榜男 跟着这样的男友显然没有前途 所以打算干这一票逃之夭夭 关键时刻前来送饭的迈克忽然从后偷袭 小红趁机夺下小丽手枪 这个女人差点要了她的面 小红将小丽按在身下一顿暴揍 事后老韩递给阿龙一把刀 让儿子亲自了结这个背叛者 哪知道阿龙是个多情种 他来到小丽身边说起了偶像剧才有的台词 想一词挽回小丽的心 监控下的老韩实在看不下去了 走入屋内帮儿子一刀截裹了小丽 在他看来 阿龙又一次让自己失望了 真是赖泥浮不上墙 趁着阿龙黯然神伤的这段日子 老韩只能将贩毒工作暂时交给小红打理 谁知女人在这方面也是一好手 在他接管后收益比阿龙之前翻了一倍 但即便如此 老韩给他的奖金仍然很少 因为老人不想失去小红 为了拉拢对方 他甚至新设立了一个部门交给小红打理 专门收取商贩保护费 由此一来 昔日黑帮三大天王也就变成了四大 其余三个大男人对此纷纷不满 但碍于老韩微信他们也不敢多言 小红不同于其他黑帮成员 他做事以道德为先 很多小贩因各种问题暂时交不出钱 他不会武力胁迫而是放宽期限 因出身底层小红还能与商贩们打成一片 久而久之他拉拢了不少人心 风头立马盖过了三巨头甚至直逼老韩 这让老人心里有了不安的预感 可现在社团未来还得依靠小红 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某天夜里 一名妓女找上小红 此人以前在红灯区域他有过一面之缘 妓女称自己整日被大壮虐待 听闻小红尚未特来请求帮忙 小红平日里最恨男人欺负女人 他一人闯入大壮地盘 大壮挨了打 旁边的黄毛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可见小红气势有多强悍 但黄毛能忍阿龙却忍不了 他来找母亲告状 谁知小红早已坐在椅上笑着等候 他的表情充满着挑衅 阿龙见小红有母亲撑腰只能无能狂怒 其实老韩也不想如此袒护女人 但现在帮派已缺不了他的帮衬 老人也无可奈何 谁叫儿子阿龙这么废物呢 如今黑帮不同以往 唐人皆有上千人要靠老韩养着 而社团如同赚钱机器一日都不能停 否则就会崩塌毁灭 而小红现在就是掌夺机器的管理者 如果老韩能年轻几十岁 还能有精力打理社团 小红可能早就伸手一触 事到如今他只能选择妥协 事后老韩找到小红谈话 想让对方彻底接管社团 之前的债务当然一笔勾销 小红从老人眼中看出两层意思 不答应的话他可能会没命 但接管了他这辈子可能都脱离不了 小红让老韩给点时间考虑 随后和往常一样 来到街边看望女儿 白人夫妇一看就是富豪 小女孩吃得好 穿得好笑容很灿烂 这让小红彻底心安 想着干脆接受老韩建议过完余生好了 可就在这时变故发生 母爱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这个名叫小红的女人告诉你 她为了保护女儿甚至可以覆灭整个黑帮 就在刚才 佛伯乐一位探员联系上了小红 原来老韩社团早被警方盯上 小红的底细也被对方查了个遍 探员给她两个选择 一是帮警方掀翻唐人街黑帮 二是以偷渡者身份前送回香港 因为这是第二次偷渡 所以将永远不能再返回美丽国 这也就意味着小红将永远见不到女儿 小红听后没有回答 她让对方给几天时间思考 走出警局 老韩母子早已等候多时 原来他们也知道小红被警方带走 老韩问女人警方说了什么 小红没有回答 只是说到她没有出卖社团 可这回应显然不能打消老人顾虑 后者眼中显露杀意 然而细想一番 她还是不打算和小红撕破脸皮 老韩身谋远虑 但儿子阿龙就没想这么多 她谎称小红已经倒戈 让暴脾气的黄毛将女人抓来审问 黄毛人狠话不多来到小红地盘 女人知道来者不善 黄毛也不打算废话 让女人立刻跟她走 周围工人围上来替老大出头 黄毛脱掉衣服叫嚣 你们一起上吧我还要赶时间呢 黄毛被小红做掉 老韩听闻大怒 心想这个女人是彻底反了 说吧派出杀手 将和小红关系不错的迈克做掉 好友的死同样让小红火冒三丈 她约出老韩谈话 两人这才明白是阿龙在背后搞鬼 现在双方都失去一人算作打听 小红受够了黑帮的尔虞我诈 她是一刻也不想在这待了 然而老韩的话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原来老人早已查到小红有一女儿 如果小红现在离开社团 那么女孩的命也就没了 女儿是小红最大软肋 她只能再次屈服留在帮派 老韩的威胁显然十分奏效 但老人不知道的是 她也同时触碰到了对方的底线 考虑到最近发生的事 老韩不能再百分百信任眼前人 她一改之前想法 决定任命阿龙为新的化石人 让女人辅佐对方 小红这次不再犹豫爽快答应 她让老韩详细说出帮内生意的分布 如果自己获利少了 就算杀了她女儿也不干 这番回答倒是出乎老韩意料 只要小红留下 分一半利润给对方又有何不可能 双方谈妥欣然离开 而老韩之所以这么着急让阿龙上位 只因晚上是小儿子大婚之日 小儿子一向遵纪守法 非常痛恨母亲涉黑 两母子早些年因此是差点断绝关系 近些年才有所缓和 昨天小儿子答应老韩 只要老人肯退出江湖 就将他接到家里赡养 老韩半辈子混迹黑帮早就累了 现在儿子主动愿意和好他深感兴慰 也是时候将事业交给阿龙自己安享晚年了 唯一担心的只有接上那些底层小贩 至于这个阿龙 有小红辅佐 就算在废物也不至于让帮派解散 婚宴即将开始 小红收到老韩邀请前来参加 但在这之前他先去了一趟警局 半小时后 警员出动逮捕正在安排弟弟婚礼的阿龙 后者想要反抗遭到疾病 而在婚宴现场 老韩正要将红包递给儿媳之时 却被警员戴上手铐带走 在门口处 他和小红相遇 原来小红早就被判了社团 她的身上一直藏有窃听器 在一切罪证面前老韩无话可说 被法官宣判无期 这位叱咤风云半辈子的唐人街大佬 最后落得个老死监狱的悲凉下场 而唐人街新任女皇被小红取代 她和当地警方达成合作 决定一改昔日法则 以正当生意为赚钱渠道继续维持社团 在看不女儿的钢琴节目后 小红走在大街上 一切似乎都变得好了起来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看完全篇 你觉得小红是怎样一个人呢 白眼狼还是女强人 亦或是被逼无奈的普通母亲 欢迎发在评论区与我讨论讨论